这部有史泰龙和张静两大男神加盟的电影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拍摄完成 作为第三部的本片 甚至在第二部没上映时 本片就已经拍完 速度之快不得不令人砸折 故事开始于美国的俄亥俄州 张氏科技的张小姐 带队伍到这里拿地 两栋楼总共占地5.6万平方米 是原先一家电器制造厂的老地盘 张小姐办事风格雷厉风行 很快就将周围的情况摸清楚 这里的汽车厂 钢铁厂和电器厂已经没剩多少 当地急需有大型工厂带动就业 如果能顺利拿下这块地再建起工厂 人力资源一定是不缺 说不定还能争取到一些有利政策 而且在这里开场 有助在全球打响品牌 以后绝对是个双赢的局面 经过老爹的专讯 张小姐成功拿地 市长亲自送张小姐一行人到机库 但这个盛产宇航员和总统的周 没能给张小姐带来好运 登机前 贴身保镖彪子隐隐发现周围气氛不对 但又说不出为什么不对 直到他看见周围一脸凶向的工作人员 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落入圈套 彪子当即动手开打 作为张小姐的贴身保镖 他的功夫绝对是够看的 可惜差就差在智商 有枪不用 非要用拳头 被对方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脑袋当场傻眼 彪子被人一拳打晕倒地步行 外人们开枪打死张小姐的随行人员后将其绑架 没有下狠手当场干掉彪子 只是把一个且有老雷字样的U盘放进他的口袋 彪子处于昏迷中没有意识 更不知道老雷是谁 此时的老雷正准备潜入一家公司偷东西 和女友商量后拿定主意 决定用成熟男性的魅力征服前台 然后偷出一个硬盘 以确保老雷曾经的黑档案不会有人发现 可惜人是要扶老的 老雷年龄大了 身手没有年轻人利索 一个名为小罗的西装暴徒 先一步走进这家公司 前台还是帮小罗通报了一声 这个身穿西装 带着公文包和雨伞的家伙 看起来并不好惹 公司老板得知此事没有亲自出面 只是派出几个保镖处理 小罗似乎早已预料到会是这种场面 默默拿起雨伞摆出防御姿势 摒弃凝神运用蒸汽抱起出手 公文包做盾牌 雨伞做剑 简单的兵器在他手里使出了花 比当年的黄飞红还要猛上三分 幸好小罗只是商人 并不要人性命 他是为U盘来的 快速闯进公司里 打晕老板成功拿走U盘 两人都想要U盘 江湖规矩 见面分一半 干脆谁都别独吞 老雷带走小罗 一起去欣赏硬盘里的内容 彪子从昏迷中醒来时 已经坐在阿森面前 警方怀疑那些绑匪是专业的 不然不可能对张小姐的行程如此熟悉 不但知道他会去哪里 连他几点离开 几点去机库都知道 警方目前对绑匪一无所知 只能尽力把锅甩给彪子 让他说出知道的一切 可彪子被一拳打晕后 什么都不知道 无论警方如何逼问 也回忆不起任何细节 女儿被神秘绑匪绑架 至今没有消息 急得张老板远渡重阳亲自飞过来 当着彪子的面 质问他为何没有尽到责任 你发誓有生命 保护他的安全 为什么他被绑架了 你还要遮 我被打晕 彪子也一脸懵逼 无意中摸到胸前口袋里有异样 抛出来一看 老雷的名字赫然就在U盘上映着 一夜过去天快要大亮 老雷终于带着小罗赶到秘密基地 但凡是干正经生意的 没人把公司开在这么偏僻阴暗的地方 小罗也大概明白老雷的底细 还知道老雷曾经有个搭档叫莱斯特 和张老板有经济来往 他曾经是张老板的保安主管 公司大部分机密都瞒不过小罗 所以知道张老板的生意也不那么正经 这世上有一间黑玉 其中的科技都由张老板提供 仅仅是这一种生意 就让张老板赚了几十亿 靠着折磨监狱里成千上万的人 张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 现金流越来越多 隐隐有洗白黑钱的架势 过去的事情老雷和女友不想再提 但小罗必须就是重提 莱斯特和张老板达成合作后的某一天出事了 被意外装在集装箱里 从此葬身大海 这时彪子凭借国际刑警的关系找到老雷 拿出那个印有老雷名字的U盘 里面是绑匪录制的一段视频 老雷一眼认出 视频里的男人是莱斯特的儿子 故人之子沦为绑匪 老雷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表情还算镇定 可小罗就不同了 得知彪子是现任保安主管 甚至还把张小姐弄丢 小罗恨不得杀了彪子泄愤 正事就是看视频 老雷发现 视频中有个明显的图案 几人讨论后得出结论 这应该是在东欧的一个教堂里 但具体是哪家教堂 老雷也拿不准主意 于是让老朋友光头哥帮忙 闲话续完开始谈正事 光头哥一眼认出 这是一个叫恶魔车站的地方 距离白俄罗斯大概300多公里 远距离营救人质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确保营救行动万无一失 老雷邀请光头哥 加入自己一起行动 女友也算行动组一员 老黑就坐证公司当好后勤 老雷不介意多个助手 知道小罗身手好 也没仔细探究 小罗到底和张老板有什么恩怨 当即同意小罗加入团队 可张小姐没认清形势 在恶魔车站还没改掉大小姐的做派 声称自己父亲有钱 可以赎出所有人 大哭大喊 要绑匪放走自己 终于惹毛了绑匪 身边的倒霉朋友替张小姐受了一劫 倒霉蛋被一把甩到墙上当场撞死 鲜血让张小姐安静下来 可这些绑匪的动作之迅速超出老雷想象 竟然把老雷女友也绑架 甚至野心极大的小莱斯特想挟持更多的人 除了已经绑到手的人 还给张老板打去电话 用自己手里掌握的黑料威胁张老板 要7亿美元的赎金和所有技术 否则就让张小姐吃花生米 这次是一旁的倒霉蛋被打死 下次就难保枪口 不会指向张小姐了 小莱斯特继承了父亲的黑狱 这里关押着杀人犯 恐怖分子 黑客 毒贩 几乎集中了全世界的渣子 这些烂人被不同的公司送到这里 定时打钱 来保证他们不会被放出去 张小姐作为人质 同样被关了进去 估计那七亿一道账也难逃一死 老雷女友被困在电椅上动弹不得 听小莱斯特控诉对老雷的不满 原来老雷的公司是小莱斯特父亲一手创建 但后来莱斯特下落不明 公司就被老雷接管 这在小莱斯特看来就是纠战雀巢 尽管老雷女友不知道这些内情 但这时候可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谁拳头大谁有理 老雷带着团队紧急飞往恶魔车站 途中张老板给小莱打来电话 说自己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救回女儿 小莱告诉张老板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接绑匪的电话 尽可能拖延时间 时间拖得越长 营救机会就越大 其实小莱之前当保安主管的时候 和张小姐有过一段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才被赶出公司的 老雷的团队距离恶魔车站越来越近 天已经黑的分不清人影 张小姐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只能尽力给自己加油打气 人为刀组 任凭张小姐本事再大 也只能任人宰割 张小姐推托自己不知道 于是倒霉的随从又替他挨了一颗花生米 最后一个随从小王看不过去 担心张小姐再死扛着会被打死 当场承认自己有最高授权 于是被小莱斯特带走 要他交出最高权限 以便于自己浏览张氏科技的机密文件 生死面前没人能不怕 小王最终还是屈服 答应帮小莱斯特破解密码 老雷的团队也没闲着 除了部署无人机升空侦查 还在商量机密行动计划 这附近有将近2000多平方米 就这几个人明显不够铺开来用 无人机在高空中侦测到 这是一处疑似监狱的地方 根据热成像显示 一共有40个人被间隔关在这里 根据平均的间隔 除了传说中的黑玉还能是哪里 老雷脸上没有丝毫惊喜 因为他肯定 这周边的防卫绝对不好突破 单单是明处的警卫塔上就有三个人 暗处的探子还不知道有多少 时间不多了 光头哥率先出发开始行动 可脾气急躁的彪子 这时又开始打听往事 不但如此 张小姐的父亲也跟那场背叛有关 但那都是过去了 纠结这些已无意义 当务之急 是要把张小姐先救出来 毕竟老雷女友也在小莱斯特手里 经过仪器的探测 老雷发现 下水道是进入黑玉的另一条路 于是几人分头行动 老雷一个人闯进下水道 小罗和彪子从正面阳攻观察敌情 在望远镜里 除了警卫塔上的守卫 小罗根本看不到正面有任何敌人 老雷明白了 小莱斯特这小子 一定是在暗处安排有探子 而且小莱斯特还把张小姐 锁在高台上当诱饵 这样的情况根本不能贸然出击 必须一步步向前摸索 悄悄靠近 可彪子这时候 彪劲又上来 非问小罗和张小姐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在一起过 彪子一定也是喜欢张小姐 而且一定是吃醋了 小罗没理会彪子 只是让她好好等信号 别冒失 结果彪子粗意上头 完全不听命令 子弹上膛 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幸亏小罗拉住了她 不然整个营救计划就全部报废 你给我听着 我们需要跟Bressman配合 我不想跟Bressman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彪子这样的队友 对方早就发现了他俩的踪迹 引爆雷场的炸弹 当场炸晕两人 就连下水道里的老雷 也感受到爆炸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就是这样 小罗被彪子拖累 和彪子一起 被绑匪抓进黑域 原来塞在彪子口袋里的U盘 有追踪器 从他们开始使用U盘的那一刻 就被人定位 小莱斯特对这些行动 早就了如指掌 再加上彪子的神助攻 老雷的营救计划 能成功就怪了 彪子现在没了利用价值 被一枪打死 而且小莱斯特还给老雷直播 让他看着自己女友 被一刀弄死 老雷的心都要碎了 怒目元征银牙咬碎 发誓要干死小莱斯特 为女友报仇 昏暗的下水道里 传来阵阵脚步声 老雷眼疾手快 挤刀戳死守卫 这才只是第一关 一人对多人不能硬拼 只能智取 老雷用手电的闪光 吸引绑匪们 自己藏在暗处 待对方疑惑时 再迅速开箱干掉 老雷一铁棍 把这小子脖子上戳了个血窟窿 连床两关的老雷不敢耽搁 生怕再出其他意外 生掉铁棍 拼命向黑玉赶去 小罗被扎带束住双手 连挥拳都做不到 四处打量着周围的情况 突然轻声告诉张小姐趴下 随即故意往张小姐身上凑 绑匪抓起小罗时 他随手偷走对方的电击器 隐秘的动作谁都没发现 绑匪还傻傻地 把小罗扔进监狱 牢门关上 没了监视的人 小罗立刻开始撕掉墙上的碎报纸 而张小姐的父亲 也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 警方建议他 马上接起电话和绑匪谈条件 同时也可以根据信号 追踪到绑匪位置 便与警方立刻展开救援 可之前 小罗交代过张老板 要他无论如何 不要接听绑匪的电话 小莱斯特始终没能打通电话 小罗已经开始用电击器 点燃旧报纸 杂带被火一烧开始变形 小罗轻松争断 为了把绑匪们吸引过来 小罗不但没有灭火 反而故意扇风增强火势 让烟雾蔓延出屋子 绑匪打开牢门的那一刻 小罗轻松闯出监狱 还顺走守卫的钥匙 所有犯人都被放了出来 小罗趁乱找到张小姐的牢房 准备带着爱人离开 四周都是持枪的守卫 小罗功夫再好也打不过 幸好光头哥带着一把喷子 及时赶到黑狱 对着守卫们连开九枪 轻松解决难题 小莱斯特从监控中 看到自己手下死的死伤了伤 当即决定派兵逐个击破 光头哥很强 很快就派出一个更强的光头去对付 刚喷死几个守卫的光头哥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一时大意 被对方偷袭失了武器 甚至还挨了一耳光 打人不打脸 光头哥这下怒了 子弹带和帽子一扔 要用铁拳捶死对手 两个光头就是真假美猴王 你来我往 一时分不出胜负 光头哥被对方锁着脖子 差点勒死 用最后一口气 狠狠捶向对方的肚子 接着一把抱起重重摔下 当场摔死假美猴王 小王这时还在卖力破解密码 说是卖力 实则卖的都是智谋 电脑里根本就不是破解画面 幸好小罗及时出手 不然小王怕是难逃一劫 机智的小罗把对方引到走廊上 仗着地理优势 施展大开大合的拳脚功夫 张小姐一把将看热闹的小王拉到身后 两人一起看小罗打老外 这小罗的优势在于招式精妙 一招一式既有八级的味道 又有行一拳的影子 劣势就在于力量不足 老外一拳就能打趴下他 最后只能攻击对方防御薄弱处 插眼 打猴 撩阴 踹膝盖 用关节剂锁死老外 折断他的腿 老外本以为小罗会心慈手软放他一马 未曾想小罗蓄力翻滚 用膝盖结果了一条命 大事已定 最后只剩下小莱斯特还在赋予顽抗 老雷对故人之子还抱有戒免之心 也没想真的下杀手 可小莱斯特频频开枪 甚至重提老雷女友的事激怒老雷 老雷没了掩体 被一枪击中脸颊 小莱斯特慢慢摸过去 本想浑水摸鱼 没想到被屋内的老雷一拳打在脸上 屋内空间越小 体型优势就会放大 不算强壮的小莱斯特 差点被老雷的拳头捶死 其实他父亲并没有多伟大 为了钱坑害老雷 最后死在海上 不过是咎由自取 至于说老雷霸占公司 那都是无稽之谈 莱斯特不是什么好人 小莱斯特也不是 老雷用小刀子慢慢靠向他喉咙 女友怎么死的 老雷就要让仇人也怎么死 所有仇人都被干掉 老雷也心里一空 颓然的走出黑欲 除了节哀顺变 还能怎样 张老板已经带人在机库等着女儿 飞机停稳后 所有人带着满身伤痕缓缓走下 张小姐拒绝了父亲的拥抱 这次见面只是有个交代 父亲做的那些事 他暂时还无法接受 不想和父亲再有过多接触 只愿意让小罗送自己回家 至于老雷和光头哥 俩人本就是从雪里火里 滚过来的好兄弟 这次女友意外丧命 老雷也不想再待在这个伤心底 索性和光头哥商量 一起到南美闯闯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至于会不会有第四部 那就不得而知 说起来 金蝉脱窍系列的第一部 绝对是佳作 史泰龙和施瓦辛格连昧出演 从史泰龙测试监狱开始 剧情极度反转 既有剧情又有演技 还有脑洞 堪称假日内不可错过的电影 可第二部的上映 让所有观众大跌眼镜 特效与前作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剧情也让人脑袋发懵 不少人怀疑 第二部已经是烂尾后 第三部已经拍完 而且这还是在第二部 还没上映的情况下 张静的打戏无可指摘 比第二部小明哥 用各种替身好得多 可除了剧情让人发懵 场景也是够省钱的 基本上就两个主要场景 一是史泰龙 那永远不舍得开灯的公司 二就是 本该透露出阴寒和恶意 但却莫名其妙是暖色调的黑玉 简单来说 剧情就是一个女主被绑架 于是女主的男友张静出场 为了显示自己的帅气 直接安排一场打戏 可光能打没用 势单力薄的张静 求史泰龙救女友 没等救出张静的女友 史泰龙的女友先被剧情杀了 再加上身边有个坑爹的猪队友 小队差点就被敌人团灭 故事线简单不是问题 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有故事线简单的好电影 甚至还有不少全篇 只有一个场景的好电影 一个简单的故事 本该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功夫 起码也要通过剧情 让人明白人物的行为逻辑 可所有的人物塑造 都是通过三言两语告诉观众 这是一个好人 这是一个坏人 这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 剧情没能塑造人物 人物也没能推动剧情 动作戏非常好 尤其是张静的打戏 隐隐能看出 还有一代宗师里马三的影子 可剧情和文戏部分 确实让观众大呼不满 上映后 就用24万美元的票房 实在难以与第一部 超过1亿美元票房的成绩抗衡